故事承接上级 扣森团队打败了克里人卡塞亚斯 从破碎的未来世界回到了过去 并打败了九头蛇缝合了恐惧裂缝 还击败了吸收重力翁后 变得天下无敌的塔伯特 改变了地球被撕裂的历史 但不幸的是 神盾局领袖扣森患上重病 已经无法治愈 最终他选择与梅琳达在塔西提岛 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 另一边 菲兹死后 团队中最伤心的人无疑是西蒙斯 不过他很快就想到 死亡的菲兹是冷冻了70年后 在未来苏醒 又和大家一起穿越回到现在的 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 还有另一个菲兹正在被冷冻着 西蒙斯下定决心 不管这个菲兹在哪 都要把他给找回来 镜头一转 扣森已经离世一年 麦克接替神盾局局长职务后 就整日把自己埋在工作当中 渐渐忽视了和悠悠的感情 以至于悠悠和新来的特工 凯勒没来眼去 两人的关系被老司机梅林达一眼看破 不过他只是提醒悠悠 悠着点 另一边 斯凯西蒙斯派博特工和戴维斯特工 正驾驶着和封号 满银河系寻找菲兹 结果遭到上级里的外星联盟追捕 燃料不足的他们 准备降落陌生星球补充燃料 结果被星球上的外星人 强行登船检查 外星人傲慢无比 扬言要让他们做自己的奴隶 可通过面部扫描 发现是镇波女后 差点吓尿 斯凯一年微动就镇碎了对方的武器 小罗罗们吓得扭头就跑 看来 一年来 斯凯不仅对能力的控制更加精进 同时也在宇宙中变得小有名气 外星人头领 被一记夺命剪刀腿制服后 又被吊起来审问 原来 一年前在冷冻舱中休眠的飞姿 突然被伊诺克提前唤醒 原因是 他们遭到了一艘大型宇宙战舰的袭击 对方直接发射了一个旋转大方车 将飞船劈成了两半 两人从此下落不明 斯凯等人根据这条线索 追查到 这可以贩卖燃料闻名的德瑞林行 外星人头领表示 袭击的事与他无关 他只是花钱买下破碎的飞船拆领件而已 果然 飞船残骸就在这颗星球 一行人来到残骸放置点 找到了飞兹的冷冻舱 打开舱盖里面是空的 这代表飞兹可能还活着 众人将冷冻舱带上和风号继续上路 西蒙斯五亿间发现冷冻舱的制造地 梅德因纳洛阿奇亚 他认为 飞兹还不知道地球危机已经解决 因此一定会前往纳洛阿奇亚星 想办法再次冷冻自己 可纳洛阿奇亚星位于宇宙深处 离地球太远了 和风号虽然偷了外星联盟的传送装置 具备了星际跃迁的功能 但也在被追杀过程中受损严重 如果不及时回家修理 说不定下次星际跃迁就直接散架了 就在四人就先回地球 还是先找飞兹的问题争论时 飞船突然警报大响 外星联盟又来追杀他们了 戴维斯特工一边驾驶飞船躲避导弹 一边准备启动星际跃迁撤离 可派伯特工开启传送装置后 西蒙斯却对大家说了声抱歉 他输入的传送坐标不是地球 而是纳洛阿奇亚星 和封号打开一个虫洞 虽然成功跃迁躲过了联盟的袭击 但四人的处境也将变得更加危险 而此时 西蒙斯日思夜想的爱人飞兹 正和伊诺克身处在一艘外星人的飞船上 为了生存 他不得不注入特制药剂 把自己伪装成外星人修理工 地球这边也发生了不少大事 几天前 世界各地相继出现异常能量波动 三名外来人穿越到了地球 还有一名男子刚穿越到一半 就因传送门失效 被困死在了混凝土墙壁上 维琳达和麦克招募了前教授马库斯·本森 帮助创立新神顿局学院 谁知 在查看那名被困在混凝土中的外来人时 对方突然回光返照 嘴里嘟囔着汉天洞地者要来了 然后才彻底咽气 麦克和梅琳达有些懵逼 这酱油哥真敬业呀 本森在尸体上找到了一个迷你摄像头 以及一个标注坐标的仪器 麦克让梅琳达和悠悠带队到坐标地点查看 果然发现了外来人的同类 而且一间博物馆内还发生了大爆炸 爆炸为外来人的领袖萨吉 打开了穿越至地球的通路 萨吉开着一辆货车破空而出 趁着神顿小队没反应过来时 迅速救走了他的小弟 让梅琳达震惊的是 萨吉的长相竟然和寇森一模一样 萨吉正带领他的三位佣兵小弟 贾科 派斯和雪花洗劫了一家便利店 然后开启货车的隐形模式 把车开到了一处货运厂 几人又闯入一家珠宝店保险库 抢走了大量水晶 因为水晶能作为他们的武器燃料 梅琳达和悠悠接到信息后 迅速带人赶到现场 但他们在破拆保险库时 外来人团伙已经在保险库画了一个圈 和他们的隐形货车之间 形成了一道传送门 梅琳达通过热成像发现了不对劲 一路追踪到对方的停车场 发现地上只有车胎印 却看不见车 抓起一把沙子一扬 货车的轮廓这才显现出来 凭借过硬的战斗力 梅琳达连续击败了三个外来人小弟 但最后看到和寇森一样的萨吉时 他迟疑了 结果被对方偷袭 扔进传送门回到了珠宝店 再次起身 萨吉已经关掉了传送门 外面特工吭哧吭哧 终于切开大门 却看见大姐大梅琳达在里面 全都障儿和尚摸不着头脑 灯塔基地这边 本森博士调查出 萨吉不光和寇森长得一模一样 就连DNA都挤进吻合 酱油哥实体上的那个迷你摄像机 是个生物硬盘 里面的录像显示 萨吉的团队似乎亲眼目睹 一个世界毁灭 菲兹这边 他藏身的飞船是西维亚人的工程船 倒霉的是 他因为讨厌被西维亚人视为美味的 山达尔蜗牛 导致人类身份暴露 面临被扔出飞船的境地 好在他出众的动手能力 被舰长威洛赏识 决定留他当工具人 威洛其实也不是啥好鸟 有了菲兹这个神机修理工的对比 他打算干掉自己的那些废物手下 结果菲兹修改了船上的汽查系统 让独裁者威洛跟他的死忠 都被吸进了太空 本来菲兹计划是去纳洛阿奇亚星 继续休眠的 但是由于他们刚杀害了 这艘飞船的舰长 会被视为叛乱者 菲兹担心其他船员 无法应对星球的残酷制度 只好决定暂时搁置冷冻计划 开往别处 但疼的是 他们刚掉转弯方向 和风号就跃迁到了这 跟菲兹擦肩而过 宇宙某处 一名赏金猎人麻辣基 正在追捕菲兹两人 他利用外星传送盘瞬间消失 菲兹和伊诺克这边 到了堵城星球基特森行 这里是犯罪分子的聚集地 菲兹货都没卸完就被打劫 菲兹两人只好被迫走入赌场豪赌 试图将菲兹引回来 斯凯这边 正在向纳洛阿齐亚星的管理员打听 有没有见过一个叫菲兹的人 结果对方一听菲兹这个名字 差点吓尿 没等继续追问怎么回事 赏金猎人麻辣基就突然出现 二话不说就对他们发起了攻击 但他显然不知道地球人的卑鄙 戴维斯一招偷袭就制服了麻辣基 想来后的麻辣基如实交代 说菲兹现在是一名篡改宇宙的通缉犯 因为他本应该在一年前就已身亡 显然 麻辣基说的就是上纪中 菲兹拯救麦克牺牲自己的事 但这个时空有两个菲兹 所以活着的这个就成了通缉犯 斯凯从海关管理员口中得知 菲兹的飞船去了吉特森星球 他们也连忙赶了过去 几名打劫菲兹飞船的运货者 正在洋洋得意 突然传来了几声巨响 斯凯用震荡波破门入 经过一番输筋断骨的大宝剑 运货者老实交代了菲兹的去向 戴维斯还顺手抢了一盒外星炸蘑菇 并分给斯凯和西蒙斯使用 殊不知 外星炸蘑菇比云南的劲还大 两个女士很快就出现幻觉 屁滴滴滴跑到赌场 罚酒言欢 完全忘了他们来此的目的 麻辣基 陈派伯和戴维斯不注意时 挣脱手铐 然后通过技术手段 远程让伊诺克当机 顺便追踪到了他和菲兹的位置 赌场的工作人员见状 将菲兹两人关了起来 因为赌场不允许合成人与机器人进入 菲兹将伊诺克重启后 三位麻辣基的同伴已经杀进赌场 晕晕乎乎的斯凯努力集中注意力 用震荡波将三人击败 被关在房间的菲兹发现 旁边死翘翘的外星人血液里 75%都是硫磺 直接将血涂抹在牢门上 让伊诺克制造火花点燃 劳门很快被烧毁 出逃的菲兹正好与西蒙斯相遇 两人刚要来个摸摸搭 麻辣基就用传送盘突然出现 将菲兹抓走后又瞬间消失 再次错过爱人的西蒙斯 顿时变得黯然神伤 与此同时 地球上的萨吉等人 用夺取的水晶做燃料 朝着星空发射了一道光束 然后手中的显示屏 就捕捉到了几个定位 这就是他们下一步行动的目标 来自未来世界的迪克 此时正身处在某座设施中 与克里人激战 辗转腾挪之间 犹如天神下凡 将克里人杀得片甲不留 随后打开一道房门 救出了自己梦中女神斯凯 这时迪克听到有人在呼唤自己 说了一句退出框架 眼前的世界瞬间消失 原来他刚刚只是在测试 自己构建的框架世界 扣森死后 迪克就离开了神盾局 创立了一家科技公司 研发了领先全世界的框架游戏 并依靠网红女友索克亚的宣传 而大红大紫 神盾局这边 凯勒特工来到迪克办公室 他打算坦白自己和悠悠的关系 没想到迪克早就知道 但鉴于凯勒和悠悠搭档很默契 迪克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毕竟作为局长 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迪克的大度着实把凯勒感动够呛 萨吉这边已经找到了第一个目标人物 中年人 一阵围追堵截后 用一把特殊小刀刺入对方胸膛 下一秒 中年人全身长出水晶 痛苦身亡 紧接着 萨吉团伙去了迪克的科技公司 没想到迪克也是他们的猎杀目标之一 迪克在看到萨吉时 以为扣森活了 萨吉干脆冒充扣森身份 打算趁机来个回手掏 但是谈话中 迪克发现对方是假的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一对 跟自己年龄相仿的姥姥姥爷 萨吉见状也不装了 直接摊牌 说迪克不属于这个宇宙 必须得死 迪克内心怒骂一声 去你姥姥 直接刺伤萨吉手掌 然后夺门而出 公司的员工都被吓得落魂而逃 只剩迪克被萨吉紧要不放 关键时刻 一直潜伏在迪克身边的神盾特工特雷佛 用闪光弹救下了迪克 禀呼叫了麦克和梅琳达前来支援 萨吉等人见识不妙 意图用烟雾弹掩护撤退 返回大楼救女友的迪克 与麦克联手抓捕到了派斯和贾克 梅琳达也堵住了雪花 傲慢的雪花 不知道自己面对的可是一鸣铁骑 自信满满出手 结果秒被打脸放倒 但萨吉突然袭击控制了梅琳达 随后和雪花挟持着他讨治夭夭了 灯塔吉地这边 凯乐和悠悠在协助本身 解剖被萨吉杀害的中年人尸体时 发现受害人只是一名普通人 唯一特殊的就是插在他身上的匕首 刚好刺中了一只 外形类似蝙蝠的神秘寄生虫 本森分析发现 寄生虫能将人体血液 转化为自爆用的助燃剂 也就是说 它会把宿主变成自爆僵尸 就在本森拔出匕首 准备进一步研究时 原本死掉的寄生虫突然活了过来 快速逃出了实验室 悠悠和凯乐赶忙动身 寻找杀死寄生虫 结果一个不注意 狡猾的寄生虫飞进凯乐嘴里 顺势寄生进他的体内 实验室内 凯乐看着上一个宿主的尸体 心里拔亮拔亮的 请求本森 无论如何都要帮自己取出寄生虫 本森刚要动刀 发现凯乐的体温爆表 寄生虫已经把凯乐的血液 转化成了助燃剂 强行动手术肯定性命难保 情急之下 两人打算先把凯乐送进隔离室 结果刚走到半路 它就发生了异变 全身开始水晶化 变成了足以摧毁 整座灯塔基地的自爆僵尸 无从选择的悠悠 只好忍痛用萨吉的小刀 刺进凯乐胸部 杀死寄生虫和宿主 来避免酿成惨剧 另一边 梅琳达被挟斥过程中 发现萨吉的大部分 言行举止跟扣森一样 他又抓获了一位 体内感染寄生虫的男子 并将其和梅琳达关在一起 看着男子身上迅速长出的水晶 梅琳达只好按照萨吉的提示 用特质匕首刺死对方体内的寄生虫 因为不让梅琳达亲生体验一下 她不可能相信自己接下来要说的话 萨吉说 寄生虫名为尖叫鸟 是一种靠寄生宿主生存 并最终毁灭世界的未来世界生物 它们手中的仪器能够检测 并追踪一切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生物 正因如此 来自未来世界的狄克 才会被误判成为它们的目标 萨吉还说 尖叫鸟只听命于它们的创造者 也就是之前卡在墙里那位酱油老哥说的 汉天动地者 一直以来 萨吉团队穿越各个世界 就是为了将尖叫鸟与汉天动地者彻底消灭 这次是它们最接近成功的一次 汉天动地者马上就要来地球了 届时 萨吉团队会焚烧这里的一切 阻止尖叫鸟继续扩散 梅琳达终于明白 原来萨吉等人是个正派团伙 不过为了杀死宇宙大反派焚烧整个地球 显然它不能够同意 于是它仇准机会突然袭击 成功抓获了萨吉和雪花 然后将货车开回灯塔基地 悠悠还在哀悼凯勒之死 本身取出已经死亡的寄生虫 与唯一能杀死它的小刀材质相比较 发现跟神盾局先前查获的 三块不同颜色和属性的巨石极为相似 麦克根据守卫感染者被杀前准备去的目的地推断 这些寄生虫会本能驱使他们的宿主 前去地脉交界处汇集 靠自暴手段炸毁行星能量矩阵 最终毁灭整个星球 另一边 斯凯一行人刚逃出基特森行 就被外星联盟的舰队包围了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舰队的领袖竟然是长生人的首领阿塔拉 原来长生人的母星被一种神秘瘟疫摧毁了 幸存的长生人无家可归 只好动用武力占领了联盟舰队 阿塔拉说就是他派马拉基去抓菲兹的 为的就是让菲兹将穿越时间的方法和仪器提供给他 好回去拯救自己星球 看来这长生人也不是什么善类呀 西蒙斯为了拯救斯凯等人 只能答应和菲兹一起去研发时空传送器 斯凯很不愿意抛弃同伴 但迫于敌众我寡 只好先与派伯和戴维斯返回地球从场记忆 灯塔基地内 麦克等人正在为尖叫鸟事件忙得焦头烂额 五线电突然传来斯凯的声音 和风一号已返回灯塔基地请求降落 下一秒 基地内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历经数月的太空旅行后 和风号终于平安回家 麦克和悠悠赶忙来到门口迎接 坏消息是 西蒙斯没能回来 但好消息是 他终于和菲兹团聚了 长生人战舰上 阿塔拉使用一台脑波仪 将菲兹和西蒙斯的意识 困入一间思想牢狱中 逼迫两人研究穿越技术 他们在这里可以使用长生人最先进的技术 甚至对方的思想和记忆都能共享 菲兹因此得知了 自己已经和西蒙斯结婚 后来又命丧大石板下的全部过程 他一时间无法承受这个事实 不慎释放出了框架中的邪恶菲兹人格 导致西蒙斯命悬已现 搞笑的是 西蒙斯多年来累积的精神压力 塑造出来一个丧尸化的自己 又疯狂追杀菲兹 两人双双被擒后未受折磨 情急之下 他们赶紧用头脑塑造出来战友脱身 随后躲在一起的两人又激烈争吵起来 期间邪恶菲兹和丧尸西蒙斯 一直在外面虎视眈眈 两人瞬间秒怂 幸好他们靠着这些年屹立不倒的强大爱情 克服了各自心中的恐惧 最终谅解了彼此 现实中 失去耐心的阿塔拉准备对他们实施言行手段 伊诺克无法忍受他的残酷选择背叛 激运阿塔拉和他的所有部下 并帮助菲兹和西蒙斯清醒过来 两人终于在现实中团聚 最后跟着伊诺克用传送盘去了一个未知的地方 地球上 斯凯如是向麦克汇报 菲兹还活着 以及长生人母星被毁的情报 麦克若有所思 结合这几天发生在地球上的异常事件 麦克认为 毁灭长生人母星的罪毁祸首 可能就躲在地球的某处 另一边 菲兹、西蒙斯和伊诺克三人又回到了吉特森行 看来 传送盘在使用之前要先更改坐标 尴尬的是 传送盘被旁边的一位外星老哥捡到 对方玩着玩着就把自己给送走了 菲兹等人由于之前在这引发骚乱 很快被星球统治者基特森先生抓获 为了惩罚他们 基特森打算把菲兹和西蒙斯送上断头台 作为语性节目 伊诺克将会被送往妓院 这口味够重的 断头台上 除了菲兹和西蒙斯 还有一位赌输的老哥 丧心病狂的基特森 让他们三人自己抓着炸刀铁链 然后让吃瓜群众们赌 谁先坚持不住被砍 菲兹和西蒙斯都不是战斗型特工 很快就坚持不住了 正当他们命悬已现时 一个名叫艾泽尔的星际佣兵突然出现 花高价帮菲兹三人赎了身 不过艾泽尔救他们也是有目的的 他准备前往地球 取回被盗的宝贝 菲兹和西蒙斯刚好可以给他当向导 很快四人联手抢回了工程船 伊诺克并没有去地球 既然地球破碎的未来已被改写 他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是时候去帮助其他长生人寻找新家园了 临走前 伊诺克给了菲兹一个船呼机 告诉他万不得已的时候再用 地球这边 萨吉在内的四名外来人 已经全部被神盾局抓获 斯凯瞪人对萨吉有着寇森的长相 感到极为震惊 但他一张嘴就吐出各种垃圾话 众人就知道这绝对不是寇森 麦克试图通过审讯获取更多情报 然而四个人都不配合 贾科还通过不断咳嗽积蓄打招 随后鼻腔开始冒烟 嘴里喷出高温火焰 试图融化铁门越狱 不过斯凯一个震荡波就让他直接熄火 迪克通过技术手段 破译了萨吉的追踪器 发现有两个尖叫鸟宿主 正朝着同一位置跪距 麦克立即派遣梅琳达和悠悠 分别带队去抓人 梅琳达一搏偷袭 配合神盾小队顺利抓捕一人 悠悠这边更简单 宿主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他利用瞬移戴上了手铐 两名宿主被关进了和封号的隔离舱中 谁知 两个宿主聚在一起后突然开始诡异互动 然后身体爆出了大量水晶 看样子 坚硬的隔离舱很快就会被顶破 整架飞船上的人命悬一线 麦克这边只好求助萨吉 并承诺解决危机就放了他 萨吉这才说尖叫鸟害怕低温 梅琳达迅速攀升 并打开舱门降低舱内温度 前军已发之际 水晶终于停滞了生长 并在低温作用下与两名宿主一起解体 灯塔基地这边 麦克不得不承认神盾局的方式这次不管用了 只能答应跟萨吉小队合作 但前提是他必须先说明白情况 萨吉表示 所有尖叫鸟宿主会受本能驱使 朝着同一个地点汇聚 然后用驱体建成一座水晶塔 给即将到来的汉天动地者铺路 水晶塔最后会转化成无数只尖叫鸟 吞噬整个星球 之前长生人的母星就是被这种生物毁灭的 麦克停后马上意识到 这又是一级行星毁灭级的事件 勉强与萨吉达成共识 将货车钥匙还给了他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 麦克只答应放走萨吉的一名手下 其余人手由神盾局特工来补充 萨吉很不爽 并最终选择了雪花 随后 梅琳达 斯凯和迪克 跟两人一同上了货车 临走前 萨吉特意强调 麦克不能跟着一起去 麦克表示 自己一定老老实实待在基地里 绝不外出 然而萨吉一行人刚走没多久 麦克就暗中带队 搭乘河峰号在空中监视 因为河峰号就是神盾局的空中作战基地 所以这并不算出基地 通过本森传回的情报 麦克与悠悠发觉 尖叫鸟的创造者 极有可能是印加神话中的一位古老恶魔 其中还牵扯到了那三块神秘巨石 火车上 斯凯试图问出萨吉的来历 萨吉对自己的身世只字不提 只交代了尖叫鸟的创造者叫埃泽尔 还说埃泽尔杀死了他的家人 所以他才组建了这个团队 要亲手将埃泽尔杀死 防止他继续残害其他星球 此时 菲兹和西蒙斯完全不知道埃泽尔的身份 两人操控工程船跃迁至地球附近 看着久违的蓝色星球近在眼前 全都兴奋不已 终于可以回家了 殊不知 他们正带着一个恶魔去毁灭地球 闲聊中 两人得知埃泽尔要找的宝贝 就是灯塔基地中被爆炸炸碎的那三块白色巨石 埃泽尔说 千年以来他去了很多星球 不过并没有说为了找回巨石 他不惜将去过的星球毁灭 西蒙斯也没有将巨石被毁的事情告诉他 随着飞船距离地球越来越近 埃泽尔已经暗中制造出了许多只尖叫鸟 并寄生除了菲兹和西蒙斯以外的所有船员 另一边 萨吉的追踪器响起警报 一大群被寄生的宿主已经集合完毕 他们同时发出尖叫 身体冒出大量精壮体 逐渐形成了一座水晶塔 萨吉告诉斯凯等人必须将水晶塔摧毁 否则他会长到现在的十倍高 那时一切都太迟了 至于埃泽尔 萨吉打算用一把特制的大宝剑了结他的生命 但梅琳达怎么都觉得这个计划很不靠谱 此时 埃泽尔的飞船已经进入大气层 和封号第一时间就检测到了飞船的位置 萨吉也连忙驾驶货车开始了行动 这时 被关在和封号里的派斯却慌了 为了活命 他供出了萨吉真正的计划 大宝剑只是忽悠神盾局 他真正的计划是等埃泽尔一落地 就用事先准备好的超级炸弹 将水晶塔连同埃泽尔一起炸成渣渣 超级炸弹会留下直径200英里的弹坑 附近的十几万居民全都得玩完 麦克急忙通知梅琳达 可此时 萨吉已经设定好自动驾驶冲向水晶塔 炸弹受到碰撞就会立刻爆炸 车上双方靶枪对峙 谁都不敢轻取傍动 萨吉表示 为了拯救地球 牺牲这一小部分是值得的 他劝梅琳达等人跟自己一起下车 否则大家都得死 然而 梅琳达等人态度坚决 拆除炸弹之前绝不下车 还挟持了雪花试图拖住萨吉 那张想 萨吉直接抛弃雪花 奋力爬上了车顶 利用车顶事先画好的红圈 与甲克外套里的红圈产生传送通道 来到了和风号上 救出了派斯和甲克 梅琳达一行人只好释放雪花 共同想办法 自动驾驶无法中止 超级炸弹触发条件时撞击 斯凯的震荡波也不能贸然使用 好不容易找到了炸弹位置 但又因结构过于复杂 迪克短时间内也有点焦头烂额 此时 工程船也开始减速 一辆炸弹货车一艘太空飞船 同时向水晶塔驶去 异常可能会造成毁天灭地后果的 星际碰撞即将上演 众特工们只能寄希望于 迪克能顺利拆除炸弹 麦克做好最坏打算 一边派人去疏散附近城镇的居民 一边设法拯救货车上的梅琳达等人 突然 萨吉带人偷袭 迅速控制了和风号剑桥 麦克措手不及被戴上了手铐 萨吉放置一个激光防护网 预防没有出现的悠悠的反击 随后 萨吉举枪威胁戴维斯将和风号远离水晶塔 镜头回到货车上 迪克全身灌注 对超级炸弹一阵倒过后 终于告诉大家 这玩意儿他拆不了 货车距离水晶塔仅剩十几米 情急之下 斯凯将自己的异能发挥到极致 用震荡波将炸弹完全包裹 轰然巨响 货车撞毁了整座水晶塔 幸运的是 炸弹在斯凯的保护下没有爆炸 但破碎的水晶塔释放出了成千上万只尖叫鸟 很快就要突破货车的防御 斯凯果断采取咽喉点作战方式 直接打开货车后门 尽管尖叫鸟势力庞大 但车门很小 每次飞进来的数量并不多 斯凯再次将异能发挥到极致 用震波粉碎了所有飞进来的尖叫鸟 显而又显化解了危机 和封号上 萨吉发现炸弹没有爆炸后 十分恼火 工程船这边 飞兹两人终于发现船员们都被控制了 埃泽尔摊牌不装了 不过他马上就感应到水晶塔被摧毁 眼看计划失败 他急忙命令手下开飞船跑路 萨吉则让戴维斯全速追击 这时埋伏许久的悠悠终于找到机会 挟持了守在防护网外面的派斯 但萨吉根本不予理会 悠悠只好将派斯按在了防护网上 可怜的派斯瞬间毁容 甲科心一软 不顾萨吉命令关掉了防护网 搜的一下似乎什么都没发生 但麦克手里却多了一枚手铐钥匙 甲科刚想把派斯拖进来 萨吉就一枪了结了这个累赘 然后重新开启防护网 并命令外面的甲科去对付悠悠 甲科对冷漠无情的萨吉无比失望 一番内心挣扎后 他背叛了萨吉选择帮助悠悠 工程船上 菲兹和西蒙斯在埃泽尔血迫下 破解了通讯系统联系核封号 时隔数月又听见了久违的声音 麦克终于松了一口气 但双方没聊几句 童话器就被萨吉和埃泽尔抢走 这两个死对头随即开始隔空对骂 并对长生人母乡被毁这件事互相推卑责任 当初埃泽尔为了寻找巨石 释放出大量尖叫鸟 感染了星球上的所有长生人 而萨吉为了阻止尖叫鸟继续扩散 才将整个星球摧毁 合着两人都是不计后果的偏执狂 这不等于游戏可以说 提莫必须死吗 埃泽尔快速骂完一大串 迅速切断通讯 菲兹两人终于知道被当了枪使 趁机暴起 果断战术性逃跑 和封号上 萨吉火气正旺 大骂埃泽尔玩不起 迈克适时嘲讽让他露出破绽 再偷偷解开手铐突然袭击 最终凭借体型压制成功击败萨吉 夺回了和封号的控制权 悠悠也带着自愿帮忙的甲科赶来 将萨吉关进隔离仓后 迈克一群人开着昆士喷气机 偷偷潜入工程船 营救菲兹和西蒙斯 此时 两人正躲在角落里 大气都不敢喘 但还是被两个寄生宿主发现了 幸好 悠悠速度快及时救了两人 其他人也随后赶到 迈克都想似菲兹了 上来就亲亲抱抱举高高 毕竟之前那个菲兹为了救他 可是失去了生命 可众人刚要撤离 被寄生的船员就包围了他们 昆士喷气机也被对方占领 眼看上天无路下地无门 甲科领机一动 立马带着大家躲进电梯 然后将外套脱了下来 幸好里面那个红圈还在 甲科当即开启传送门跑路 车顶突然传来了脚步声 把刚解决完大群尖叫鸟的 梅琳达等人吓了一跳 还以为又来敌人了 见到是队友才松了一口气 甲科默默拿起超级炸弹 打算完成使命 为已故的家人报仇 与众人挥手告别后 甲科通过传送门回到了工程船上 随着一声巨响 甲科和艾泽尔 以及剩余的尖叫鸟宿主同归于今 危机结束后 神盾局成员们举行派对庆祝胜礼 麦克和悠悠经过这场浩劫 兵士前嫌 重新开始交往 萨吉被关进了牢房 雪花因做过贡献得到特殊优待 然而就在神盾特工们彻底放松警惕时 梅琳达却独自一人走进萨吉的牢房 发泄般对萨吉连开很多枪 把他打死了 随后基地警报大响 梅琳达的这波迷之操作 让麦克等人懵逼了 萨吉的遗体被送往了实验室 科学二人组更加懵逼 因为他们发现被爆头的萨吉 居然还有脉搏 身上的伤口也在慢慢自愈 梅琳达自己也懵逼了 完全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 很快 众人经过研究发现 梅琳达之前不是疯了 而是被艾泽尔的精神附体了 果然 这个千年老妖没那么容易死 麦克立即封锁整座灯塔基地 茨凯从之前梅琳达的异常举动中推测出 艾泽尔并不能读取被附身者的记忆 为了确定艾泽尔现在附在谁身上 大家开始互道外人不知道的秘密 证明自己 最终 附身在菲兹身上的艾泽尔 由于回答不出问题 只好自行现身 直言 他只是想拿回属于自己的三块巨石 倒霉的戴维斯还成了炮灰 被艾泽尔附身后 控制着他从平台上跳下去追往 意识到麦克拥有这里的最高权限后 艾泽尔果断附身他 并持枪威胁众人别拦着他 有了戴维斯的教训 所有人都不敢轻举妄动了 菲兹调查发现 三块巨石分别拥有空间 时间和创造的属性 由此推断出 萨吉是扣森一年前关闭恐惧维度时 无意间创造出来的另一个扣森 这就是为什么两人的DNA一模一样 艾泽尔这边 利用麦克的权限 进入封印恐惧裂缝的房间 结果发现巨石已经被炸没了 只好撞晕麦克后走出他的身体 拿走了封印恐惧裂缝的重力球 此时不知什么时候逃出来的萨吉也来到这里 二话没说连开竖枪 可惜子弹根本伤不到艾泽尔 而艾泽尔的话 却让萨吉怀疑人生 原来两人都来自一个非物质精神世界 三块巨石的能量 意外复制了扣森的身体后 将身体传送到他们所在的世界 萨吉占据这个身体时既已错乱 才创造出了萨吉这个人设 其实他根本没有家庭 果然萨吉经过提醒想起来 自己原本的名字叫汉天动地者 原来他一直想除掉的大反派就是自己 这让他一时间无法接受 艾泽尔见萨吉仍然执迷不悟 只好附身到赶来的悠悠身上 带着重力球和麦克搭乘和封号离开 部分记忆苏醒的萨吉被关回牢房 焦躁不安之下 开始涌现他的真实力量 并逐渐开始失控 斯凯用震波扭断他的脖子 不出意外没多久他又火了过来 而且身体开始不断分解重组 变得力大无穷 一掌打飞斯凯后 开始四处寻找出路 斯凯试图拿萨吉的大宝剑阻止他 但亲日听见对方以扣森的口吻 叫他一声斯凯后 又不忍心地收手了 此时萨吉体内的扣森意识 正在与汉天动地者对抗 甚至恳求斯凯杀死自己 否则等汉天动地者完全恢复记忆时 一切就都太迟了 但斯凯拒绝 他一边相信扣森能压制住汉天动地者 一边劝详被创造出来的萨吉人格 果然这个方法行得通 菲兹等人 根据监控中萨吉说的话 解答出艾泽尔的附身能力 跟共振频率有关 于是开始着手 为所有人制作便携式品账 只要能限制附身 就有机会救回队友 和封号上 艾泽尔以迈克的身份 传唤来本森博士 结果没聊几句就露了馅 于是艾泽尔干脆直接现身 用精神力折磨本森 逼问出了地球上一座 玛雅古庙的位置 迈克和悠悠没有坐以待毙 他们找机会帮本森用格力舱撤离 让他去神盾举报信 飞机抵达古庙后 艾泽尔打算在这重新构建白色巨石 然后打开通往他家乡维度的传送门 带来他的同伴 迈克两人尽力拖延时间 由于重力球被拿走 恐惧裂缝重新开启 上一季中的年轻艺人弗林特 因为悠悠对他的恐惧被实质化了 弗林特的能力是操控石头 意味着整个地球都可能被他操控 另一边 联盟战舰上的马拉基等人 进入了菲兹和西蒙斯使用过的思想监狱 里面还保存着他们的大脑数据 查看过后 马拉基果断杀害了首领阿塔拉 然后决定带领长生人占领地球 重塑长生形 古庙这边 埃泽尔得知弗林特的能力后果断附身 重新造出了三块巨石 用完机器 顺便打断了弗林特的腿 又释放出一大群尖叫鸟 将附近村落的人类全部寄生 组成了一个庞大的丧尸军团 灯塔基地这边 迪克未雨绸缪 利用萨吉的匕首 造出了一系列能攻克尖叫鸟的武器 交给重特工们 但梅林达 斯凯 派伯和萨吉刚抵达古庙附近 就被丧尸军团包围了 萨吉也跟着一起拼杀丧尸 看来扣森的精神力占据了主导权 斯凯开大 引开大部分丧尸 梅林达和萨吉趁机进入古庙寻找埃泽尔 迪克也召集了公司的科研团队 利用还在实验阶段的跃迁引擎成功传送至古庙内 并迅速给队友们带上了便携式屏障 无法附身的埃泽尔被直接打飞 但众人撤离时候遭遇了丧尸大军 迪克丝毫不慌 果断站出来帮麦克他们吟奏了丧尸 可当他完成任务准备跃迁跑路时 引擎却出了问题 菲兹和西蒙斯一计算 原来引擎冷却时间还没到 半小时后才能再次使用 这一下尴尬了 迪克只好玩命讨窜 古庙内 埃泽尔一边换衣服 一边吟唱古老的歌谣 迪克这个老六循着歌声赶了过来 偷偷在巨石旁边安置了摄像头 也不知道是歌声还是换衣服 让三块巨石有了反应 迪克顿感不妙 好在月前引擎冲整完成 他赶紧传送到了外面 结果好巧不巧 这块刚好有几只丧尸 迪克吓得引擎都扔了 撒腿就跑 最终在菲兹两人的指示下 躲进了昆士喷气机 迪克和悠悠将负伤的弗林特 送回可封号 派伯刚要起飞 走投无路的斯凯就领回来一群丧尸 导致他们被团团包围了 古庙里 萨吉和梅琳达发现 埃泽尔已经打开了 连通黑暗次元的传送门 萨吉立马冲上前掏出了大宝剑 结果见到埃泽尔后 体内的汉天动地者 突然占据主动权 反授一剑刺穿了梅琳达的胸膛 将他扔进了 通往黑暗次元的传送门 菲兹和西蒙斯刚目睹 梅琳达被刺杀的散况 还没来得及悲伤 马拉基就带领猎人 入侵灯塔基地展开血洗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地球什么时候才能消停一会儿 马拉基因为之前看过 菲兹和西蒙斯的记忆 对基地了如指掌 没给里面的人任何机会 陆续瘫痪了神盾局的 所有紧急规程 同时获得扣森一流的工具盒 菲兹两人赶忙用传呼机 请求伊诺克的帮助 可马拉基的行动太快 有点来不及 就在两人准备用自杀式攻击 摧毁神盾局所有仪器时 伪装成人类学家 以赛亚的伊诺克终于赶到 及时救下了两人 另一边 被扔进黑暗次元的梅琳达 醒了过来 将宝剑从身体里抽出 除了死血过多 并没有生命危险 因为在黑暗次元 并不存在生与死 梅琳达发现这一点后 果断大搞破坏 干预黑暗次元 与现实世界连通的过程 气得艾泽尔过来和他决斗 麦克三人抵御丧尸进攻时 悠悠不慎被一只尖叫鸟寄生 从没开过飞机的迪克 赶鸭子上架 换火悠悠的迫降解救了他们 随后 慈凯和麦克回到庙里 跟化为本来面目的 汉天动地者正面交锋 但完全不是对手 被寄生的悠悠 也快要撑不住了 关键时刻 铁骑大发审威 从黑暗次元追到现实世界 以下把艾泽尔刺杀 艾泽尔嗝后 悠悠吐出一口黑血 体内的尖叫鸟随即死去 麦克趁机拿起大宝剑 将汉天动地者斩杀 传送门也关闭了 但回到现实世界的梅琳达 因为伤势过重 很快就陷入了宾死状态 这时 换了一身行头的西蒙斯突然现身 给梅琳达做了挤救后 将他放进冷冻舱 顺便采集了巨石的样本 众人回到和封号上 通过跃前引擎 直接传送到了纽约 但斯凯很快发现了不对 这里最高的建筑居然是帝国大厦 复仇者大厦不见了 看着一脸懵逼的众人 西蒙斯这才说 长生人已经攻破了灯塔基地 拿到了福瑞曾经交给扣森的工具壳 知晓了神盾局的所有机密 下一步就是要占领地球 他们根本无法翻盘 所以西蒙斯才带着他们 穿越回几十年前 这样才能提前做好 抵御长生人进攻的准备 同时为了应对 敌方知情神盾局的机密 他们还被迫启用了 被长生人技术强化过的 生化人扣森 好了 今天的剧情就说到这里 预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对了 喜欢王帝说剧的 别忘了订阅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